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周的时候 它的前几天我们看到中国和美国都休息 龙舟节 端午节 而中国的端午节休这么多天 星期天 星期六休息吗 中国这周星期六休息吗 我们看到至少在这里看到的是 星期天休息 星期一端午节休息 星期二也休息 好长的一个假期 所以大家应该是个很愉快的假期 黄渡端午 祝你们幸福 天上是这没节日了 所以周一可能可能同时这个行情可能也比较清淡 清淡每周盘啊 当然这是这是约略认为的清淡每周盘呢 也有可能会走出一些特别的行情 走出一些特别的行情 那另外本周有还有一些重要的数据啊 就是下周开始飞农开始 所以下一周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周 下周的周末的这个时间点是换月的时间点 飞农数据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数据 我们看到六月中旬啊 十三十四是他的议息决议 那那这个这一次是议息之前最后一次飞农 那显然这个数据会比较重要的 这是议息事件之前最后一次飞农的 显然这个数据会比较重要的 就是下周的这个数据会比较重要 另外中间还有一些 一些也比较重要的数据 我们看到在这里边的时候 欧元区的CPI的数据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 也是一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数据 但是他 这个数据现在还是一个利空欧元的数据啊 这是一个利空欧元利空欧元的数据 这个数据啊 如果真的如果这样公布的话 欧元的下跌的走势的可能会更加急促一些 欧元我们来回过来看一下啊 啊这个欧二走的也是走的也是挺漂亮 欧二 嗯 这是上边的欧元啊 这是上边的欧元 走的在实际上是绝对值 在它之上 但是呃 其实欧元的这波上涨 它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上周美元走的弱啊 就是整个在啊 五月中旬的这周美元走的特别弱 所以所有的非美货币都在涨 那在下周如果出现美元的一些变盘行情的话啊 出现一些美元的变盘行情的话啊 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反转的行情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反转的行情 啊我们 来来再把这个 所以这个数据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数据 伴随美元加息的这个啊 这个思路进入到市场 伴随欧元CPI这些大幅的利空消息可能会走出一些反向的运行 那所以六月份的主要的思路就会是加息的思路啊 六月份加息思路强化美元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评判 这是我们觉得在这这几周 另外这是这个我们也直接写一下啊 重要数据啊 重要数据这个时间是从下周啊 这是下周的时间啊 下周是29到2号 6月6月6月2号啊中间都是使用的北京时间的 我们上面的图表都是使用的北京时间的啊 那6月2号顺便跟大家说6月2号 凯文老师会在北京去和同学们再次见面啊 这次啊 仍然定在了北京的北京西尔顿啊 辽马桥东北三环附近的啊 西尔顿酒店 所以在附近同学也可以再次来 我们去探讨一下最近的行情 下周的走势 下周我觉得这个行情可能是啊 一个分水岭啊 就是围绕着5月份美元空投 以及6月份美元多投 至少在6月份的前半段 飞农这个行情之前 美元会形成一个一个多投行情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 一个关节点啊 那下一周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 值得大家去去认真把握的一个 如果行情发动的话 一定全是大行情 我最喜欢做这种单边行情 特别漂亮 好